飞机上空服员一一送餐 面对不同国籍乘客 难道讲不同的语言 服务会有差吗 一遇到亚洲人 空服员语气近180度大转变 这是大陆主持人惊心 模仿过去搭飞机时 空服员对外国和亚洲乘客 两者很不一样 惊心气不过当场修理空服员 先假装听不懂中文 用英文回话 果然让空服员再度变得 彬彬有礼 我喵得可以一眼 惊心出大绝招 让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不止如此作家刘庸也曾分享 过往打电话到大陆 某六星级饭店订房 起初讲中文对方说没房了 刘庸不死心十分钟后再打一次 这回他改讲英文 想不到竟然订到了 大陆现在目前的一线城市 包含这厦门 其实他对华人其实不友善 旅游大人指出部分饭店业者 认为外国客在住房时 大多会给消费才会刻意把房间留给欧美客人 但毕竟这类型的饭店属少数 讲哪国语言也并非重点 消费者不许太在意 别为此坏了旅游性质 记者黄祥富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